各位姊妹,主要是平安 很感恩可以在主日的早上 隔着荧光幕和大家见面 分享神的话语 在我们听到之先,我们一起低头讨告 慈悲人,我的天父,感谢你 由我们一众认声你的人 在主日的早上 可以去听你的话语 虽然疫症仍然在 我们无法实体回来教会 但没什么可以阻隔我们去敬拜你 去听你的话 求你倒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去听你的话的时候 去被你搞动 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的心意是怎样 让我们又跟着去行 求着你保守大令 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很想问一下 大英姊妹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们多不多拍照 以前拍照要带相机出街 现在我想就连老人家 用最简单功能的手机 都可以拍照 可能有时有些人都会说 很害怕不见了电话 因为不见了电话 就会没有了很珍贵的照片 其他朋友的电话不见了 其实都不要紧了 照片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怎样为止一张拍得好的照片呢 我试试用不是很专业的角度去说 我觉得一张照片要构图要漂亮 要把照片拍的人或者景 都拍了在那幅照里面 如果拍我的话 最好就是那幅照比真人漂亮 那就是一张漂亮的照片 但是一种情况 是构图够漂亮了 要拍的人和景物都拍了在里面 还有主角都拍得漂亮 但是也不算是一幅好的照片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到是什么情况呢 我想分享一件真人真事给大家听 话说十几年前 我和先生结婚之后半个月 我们就去摄影师那里去选照 我们上到摄影室的时候 摄影师的神情很凝重 他就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婚礼当日 他的相机是坏坏的 那我们有七百卷菲林 是全部out phone 那什么是out phone呢 就是没有了焦点 或者焦点错了 比如你想拍一个人 但是那个焦点就去了后面棵树那里 拍出来的人就很蒙了 那每次我分享到这个经历的时候 那些人听到都会 觉得很惨啊 那么重要的日子 没有了那些照片很可惜 是因为焦点错了 无论把照片构图多漂亮 光线色彩多好 里面的主角看得不清楚 这张照片原本的意义就没有了 等于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都是这样 我不是说你有没有试过拍照out phone 而是你有没有试过生命out phone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焦点 如果这个焦点摆错了 那就不单止是可惜 而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的意义就会没有了 今天我分享的讲题名称是重沉生命的焦点 原意透过以斯拉记五章一起去思想 今天我们生命的焦点 有没有放错了呢 或者不见了 如果是的话 我们又如何找回正确的生命焦点呢 以斯拉记第五章一共有十七节 我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去看第一至六节 我想请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跟我一起读出 第一至六节 那时哈盖先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两个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预言 于是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巴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起来 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正地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当时河西的达乃总督和士他波斯乃 以及他们的同僚来对犹太人这样说 谁干指让你们建造这殿 完成这建筑呢 于是我们告诉他们建造者建筑物的人 叫什么名字 但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的长老 以致没有叫他们停工 直到就问上高大楼市 得着他对这时的回语 这是河西的达乃总督和士他波斯乃 以及他们的同僚 就是住河西的官员 上周告大楼市王的抄本 其实在以斯拉纪一至四章 即是今天段落之前的几章 记载了一件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如果大家记得少少关于犹太的历史 就会知道犹太国在公元 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犹太人被逼离开他的家乡耶路撒冷 被老到去巴比伦这个地方 但隔了四十几年之后 巴比伦又被波斯皇国所灭 所以波斯就成为了犹太人新的管理者 几年之后 即是主前536年 波斯王古列竟然主动提出 被这群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 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 或一群犹太人高高兴兴回到耶路撒冷 在以斯拉纪头那几章说到 重建圣殿的工程原本是很顺利的 但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角力 有敌对犹太人的官员 故意抹黑重伤这群犹太人 当时在位的王是波斯王阿达斯西 他信了这群人去诽谤犹太人 所以当时促递了一封禁令 给这个工程的犹太人 说不可以再建圣殿了 你们要即时停工 因此重建圣殿的地盘被人封了 这个工程停止了 以斯拉纪第四章二十四节 即是第五章之前的一节 里面提到工程停止到何时呢 他说停止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那即是停了多久呢 一共停了十六年 请指导不知道你有没有概念呢 十六年有多长时间呢 我们现在倒数十六年就是多久呢 2004年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2004年的里是怎样的呢 与现在相比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你容貌应该会改变了 增加了一些成熟的感觉 但不单是外貌 我想你与十六年前的我们相比 我们对人、对事、对世界的看法 可能都有改变 因为经历了这十六年 无论是顺境、逆境 这些经历都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 不知道在停工这十六年里面 昔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兴建圣殿的犹太人 他们又有没有改变呢 在刚才的第一节里面说到 神差派了两个先知 哈盖和撒加利亚 向犹太人说话 圣经旧约里面说的先知 其实就是神的代言人 他们说的预言 就是指上帝透过先知 向祂子民所说的说话 第二节提到 因此重建圣殿的工程 经过十六年的荒废之后 在两位犹太人的领袖 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大领之下 再次复工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十六年里面 犹太人一直不再提出 重建圣殿这个工程呢 究竟这两位先知 说了些什么 令到这帮犹太人 又突然之间愿意 重建圣殿呢 在我们刚才看的经文里面 好像没有给到答案我们 但是在两位先知 他们自己的书卷 就是哈盖书 和撒加利亚书里面 其实有很清楚的补充 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一起去看 我们首先看哈盖书 第一章一至四节 请听我读出 大楼市皇帝二年六月初一 耶稣亚的华籍哈盖先知 向撒拉铁的儿子 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搭的儿子 约书亚大祭司传港说 万军之耶稣亚如此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稣亚殿的时候还没有道 耶稣亚的华籍先知 哈盖传港说 这殿荒良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原来当时的犹太人 对于重建圣殿有一个想法就是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道 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 为什么这帮犹太人会觉得不是时候呢 是不是因为当时的皇营 而不让他们起圣殿 还是他们已经拆了一个良辰吉日 不过未到那一天 所以现在未是时候 其实答案在刚才的第四节 在这里说到 上帝透过哈盖 斥责这帮犹太人 这殿荒良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我想问一下 德英姊妹 你们家里有没有天花板的 可能你要看一看 我相信你有的 我家里都有 有天花板的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们听过有开逢跑车 应该没有听过开逢屋这件事 而且有有亚遮头 都是一个生活很基本的条件 是否上帝无理取闹 就是找东西来骂这帮犹太人呢 原来不是 在这里天花板这个字的原文 是有被遮盖的意思 通常是形容一些圣殿 皇宫 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 一些建筑 在这里 其实未必说八成的屋 是很华丽很漂亮 但是起码已经是一个 很完整被保护被遮盖 有屋顶有根基的建筑物 八成这些已经建好了 有根有基的建筑物 和荒废了16年的圣殿地盘 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帮当日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几十年 可能有些甚至是 在巴比伦里面才出生的巴二代 他们回到自己故乡 想建自己的屋 其实是很合理的 但他们当日回来 是为了重建神的圣殿 但现在他们好像 建我自己的家 建好他就OK 但叫他建神的圣殿 他就不断说 不是神的时候 不是时候 其实是很讽刺 所以上帝要斥责的是 巴星看他自己的屋 是比看神的圣殿更加重要 这是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出现问题 随着圣殿的工程停工 他们的深思意念 由昔日 专注于回来兴建神的圣殿 由昔日 他们很想復兴对上帝的敬拜 慢慢改变成 只是专注自己的生活 自己世界里面的享受 可能这帮犹太人 家里挂着一幅照片 就是圣殿根基 用土礼的一幅大合照 乖着怀面一下 但跟他说叫他建圣殿 别搞了 其实圣殿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 不单止是一幅建筑物这么简单 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 如果你有印象 看一个创世机 我们看到阿伯拉罕 雅各等等 犹太人的先祖 虽然他们的时代 还没有圣殿 但每去到一个地方 他们会建什么 他们会祝坛 他们求问上帝 去敬拜上帝 每去到一个地方 都会立即去祝坛 敬拜上帝 原本就是犹太人生命的核心 但现在 百姓生命的焦点 不再是上帝 而是他们的生活 有一句说话 我觉得说得很好 穿起西装 不会变高层 回了教会 不一定变好人 有时我们说 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翻崇拜 翻团契 甚至乎有些侍奉 但不代表 我们的生命经历了改变 最重要是 我们有没有养神 成为我们生命的守卫 生命的焦点 弟姐妹 我们有没有 跟这帮百姓一样 让不同的人 事物 取代了神 成为我们生命的守卫 在我们现在生活里 我们的焦点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人 子女 我们在计划的前老 我们的喜好 又或者是我们的自我 有一些识经学者 这样说 他说这帮百姓 说事后尚未来到 不单止是一个推辞的藉口 其实都是 表达一些晦气的态度 类似 哪里还可以重建 一定做不到 不要说这些了 这样的意思 顶姐妹 这些回应 会不会都有些似曾相识 例如每年的年头 可能在教会 团契里面 都会有一些新的读经计划 推出 或者有一些 一起定立成长的目标 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很快就想 哪里做到啊 我这么忙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小朋友 又要进修 哪有时间读经啊 当团契或者崇拜宣传 有一些侍奉纲位 招募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样想呢 一定是很空的人 才会参加的了 等我退休先啦 等我一些工作稳定先啦 等我的子女先大了先啦 现在不是时候 但其实 是不是真的不是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不到呢 其实关键呢 就好像哈哥在书里面 第五节所说 第五节呢 他说 现在万君之耶和话 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上帝提醒百姓 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省察这个字呢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解为安置你的心 上帝呢 是要他们将心 安置好 摆回在对的位置 不要将心再放在 世界的事上面 而是摆回在神的殿里面 即是神同在里面 在第六节呢 其实哈哥描述了一连串 生活的无奈 他说呢 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领工前的 领了工前着装入 又破洞的代宗 其实呢 哈哥是想说 这些正正就是 当这帮百姓 生命焦点 放在世界的事上面 而不放在神那里的时候 他们生命经历各种的 屠然 虚空 和不满足 等于姐妹 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是怎样呢 我们呢 会不会都是一样的 用各样的藉口 在主里面呢 很安心地赏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逃避成长 不想将我们的心呢 交给神 以致我们的生命 经历不了 从神而来的 风诚和满足 其实做不做到 或者是不是时候去做 是在乎我们的抉择 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起床呢 第一件事 拿起手机看的呢 就是你拿起手机 你第一个看的apps 是什么apps来的呢 你可以想起 你今天看了什么apps 可能是whatsapp 可能是社交网站 或者是新闻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试下 改一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将每一天 第一个接收的信息 由这些的新闻 或者家人朋友的信息 改为接收神的信息 你可以开一个灵修apps 圣经apps 或者听一首诗歌 让神的说话 成为我们每天 接收的第一个信息 你会发现 这个小小的改变 让你和神 是更加亲近 从祂得到的力量 会更加多 你面对世界的力量 都会更大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以神为焦点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才有力量 面对从世界而来的挑战 和考验 其实当时的犹太人 和我们都一样 因着这两位先知的提醒 这帮投太人 愿意再次起来 重建圣殿 但很可惜 当一切好像很顺利的时间 又有一些枝节 历史好像重现了 第三节里面说到 有两个不促之下 竟然出现了 我们一起再看看 第三节四节 当时河西的达赖总督 和士他波斯赖 以及他们的同僚 内对犹大人这样说 谁刚只让你们建造者殿 完成者建筑 于是我们告诉他们 建造者建筑物的人 叫什么名字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没有显示到 究竟这个达赖总督 和士他波斯赖 这两个人 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他们对这个工程 有什么看法 我们只见到 他带了一帮人来 而且一来就问 谁准备你们建造圣殿的 谁让你们完成这个工程 然后第四节 他还更加说 他要这帮犹太人 大家都报上 他自己的名字 经文没有说 这些人的语气 是不是粗鲁 态度恶不恶 但我相信 他们忽然来到 又问这些问题 又要大家 报上明知 当时在工程里面的犹太人 可能都感到不安 还有会有点害怕 因为16年前 正正就是有一帮 敌对他们的人 故意去中伤 抹黑他们 走来踩墙 以至当时的王 下了禁令 不准再起圣殿 历史又重演 顶止 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 你会不会害怕 可能他们会小小声说 算了 不如我们不要起了 走 可能他们真的会害怕 都是很正常 甚至想 马上逃跑离开 但是索罗巴伯 和耶稣 这两位领袖 怎样回应呢 这几次经文 没有说到他怎样回应 但是在稍后 第七至十七节 当这帮河西官员 写一个工作报告 给他们的王的时候 里面其实是有技术到 索罗巴伯和耶稣 是怎样回应 我们在第十一节 里面的工作报告 是这样写的 他们这样回答我们说 我们是天和地之神的仆人 他们没有夸耐 也没有隐瞒 原原本本 将他们过去经历过的事 告诉这帮河西的官员 他们说 我们是神的仆人 是天和地之神的仆人 我相信他们不是 特意玩东西 不说真名给他们听 所以这样回答 我想他们心里面的意思是 我们是谁 所以敢在这里起圣典 我是谁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的神是谁 我的神 就是创造天和地的神 索罗巴伯和耶稣 清清楚楚知道 他们今天可以在这里 兴建圣典 不是因为他是谁 不是因为他的地位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而是因为他们所信的神 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 他毕业没多久 一个女孩 去到一个福音封闭的国家 去复视 一去就十年 在当地不单止向人 传福音会有危险 他分享到 基本上他出街 都可能随时会有 被人被捕 或者会有一些 被驱逐 离开这个国家的危险 当我问他 你不怕吗 你一个女孩 这么在这里 这位同学回答 他说我不怕 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 是神呼召我来 我所做的一切 是出于神的能力 不是我的能力 其实当这帮犹太人 决定再次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 外在的环境 和16年前相比 是没有改变过的 当时的皇 没有发过一个新的批文 说你们可以再次复兴圣殿 外邦人可能仍然是敌对他们的 这些官员仍然会为了自己 巩固势力 可能是不喜欢他们在那里起电 他们所面对的外患 其实没有减少过 没有改变过 但是为什么这帮犹太人 可以在这个时候 再次举起他们 垂下了16年的手 展开这个建建工程 今天和当日有什么不同 其实有 环境没有不同 但他们的心不同了 他们的心改变了 当人的心回到神那里 他们就有能力面对困难 圣殿停工 终终停了16年 最关键不是外在环境的问题 而是人内在生命的问题 神知道人的限制和软弱 所以他同时猜派先知撒加利亚 去向犹太人说话 为他们打气 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 和八九节 请听我读出 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令方能成事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所罗巴伯的手 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 猜派我到你们这女 上帝透过先知撒加利亚 告诉这帮犹太人听 圣殿可不可以重建 不是基于你又没有势力 不是基于你又没有财能 不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 而是要倚靠我 倚靠万君之耶和华 才可以成事 同样上帝要告诉他 你不要因为外界的阻碍 而感到惧怕 因为差你去建圣殿的人 是我 没错 从人的角度看来 根基是所罗巴伯所建立 圣殿是犹太人建 但是真正使到圣殿 可以进攻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 甚至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完全的倚靠 完全的倚靠 必须来自我们心态的改变 我认识一位弟兄 过去他就好像 我们一般的都市人一样 很努力的工作 赚钱 追求生活的享受 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信了主 也有回教会 不过当时他生命的焦点 绝对不是在上帝那里 而是在他工作的成就 和他很显客的财富那里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他拥有的东西 是很多很多 但他人生仍然很虚空 从那天开始 他告诉我 他决意重整他的人生次序 他生命里面 不要只是有工作 他要让神成为他生命的首位 后来弟兄开始 投入不同崗位的服侍 还接受三福的训练 带了很多人信主 很深刻有一次 他打给我 他说我又带了一个朋友信主 帮我这个朋友 进了医院 可不可以一起去探望他 我当然很开心 和他一起去到医院 探望这位朋友 当我和这位朋友 聊天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弟兄 忽然走到对面床 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和这位弟兄的朋友 聊天的时候 对面床的婆婆 看着我们 这位弟兄 就连望走过去 和他分享福音 最后他更加带了这位 医生已经和他说了 只得两日寿命的婆婆信主 见证着弟兄生命的改变 我是很感动 弟兄说 不是他为神做了些什么 而是他经历到神 不停加力量给他 给他有恩典 去经历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 而这些力量 这些恩典 这个这么丰富的人生 在他将生命的焦点 对准神之前 他是未经历过 从世界以来的考验 挑战困难 其实真的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人生的焦点 不是对准神 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面对 我相信昔日的犹太人 他们面对的挑战 除了从爱敌而来 可能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来 你想想 当他们当日 带着满心的期待 从巴比伦 回到耶路撒冷 兴建圣殿 但他一次一次被人阻拦 我想他心里面 应该会发出这个疑问 撒冷不是你带我回来兴建圣殿吗 为什么这么难的呢 你看不看到 你有没有出手帮我们 我相信 这个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疑问 也可能是我们香港 每一个基督徒 可能发出过的疑问 从外面而来的挑战 很多 很难 但有时发自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挑战 同样都是很近 为什么神好像真的没有出手去帮这帮犹太人呢 神又有没有看顾我们这帮香港人呢 事实是怎样呢 我们看回以色拉记五章 第五节他这样说 他说 但神的眼目 看顾犹太人的长老 以致没有人叫他们停工 直到就文上告大楼市 得着他对这事的回遇 虽然经文从来没有说过 这两位河西官员来是为了什么 但如果你回顾历史 就知道 他们很大可能来到 是想阻碍百姓 復健这个圣殿 来保障他自己在河西一带的统治 不想有其他的势力 或者组织在里面聚集 又或者他想做一些好事 博取现在新的王的信任 但当他们执问完这帮犹太人之后 他竟然放过他们一马 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经文说 他们没有叫他们停工 他们来 不是就是想吓他们 叫他们停工的吗 是不是当时百姓的工程 起得很轻 所以他觉得 没有什么威胁性 所以不用叫他们停工 其实又不是 你看回第八节 达赖写给王的信里面说 他说他们的工程是怎么样 又坚固又迅速又顺利 即是起得如火如荼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这类工程达赖管不了 所以阻止不了 还是他们不知道王的心意是怎么样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免得连累自己 听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 如果我们看清楚经文 第五节的上半句 有两个很重要的连接词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就是淡和乙智 他意思是说 是两个河西的官员 似乎又来阻碍犹太人工程 但是 因为神的眼目 看顾犹太人 以致 这些官员 没有叫百姓停工 他们最终没有阻拦 百姓继续建田的工程 不是因为什么管理地区问题 皇上有没有批文的问题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神的眼目 看顾这些犹太人 是神伸出他大能的手 去拯救他的子民 这些百姓 他们建田的过程 好像很孤单 要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勇气 智慧 去和这些官员 面对他们的搅耀 但其实不是这样 神的恩典处处 神的眼目 没有离开过他们 其实在整个第五章 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兽 一直都帮这帮犹太人 刚才我们讲到 使用两个先知 去提醒 鼓励帮助犹太人 为他们加油 叫他们重新 调整生命的焦点 回转向自己 然后又有两个犹太人的领袖 愿意起来带领百姓 重建圣殿 虽然后来又有两个 河西的官员 来阻拦他们 但后面第六章 神又使用两个王 去确认 他们获准 重建圣殿 以至最终 圣殿可以落成 这四对人物 好像很偶然的出现 但其实他在提醒我们 神是按住他的时间 使用他所使用的人 包括敌对我们的人 去帮助他所爱的子民 去成就他的心意 鼎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虽然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虽然有时看前路 好像没有路走 很灰暗 但愿意我们都会相信 并且记得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 都是神在里面 默默地看守我们 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面对 有一本画冊 它的名字叫做 Where is Wall-E 威利在那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画冊的主角叫做 Wall-E 威利 这本书很好玩的 就是要在每一版里面 找回Wall-E 出来 你看看这一版 说难不难 说容易不容易 难是因为 每版都会有很多 类似Wall-E 的人 或者物件 在这里 沙滩波 又跟他的衣服 差不多色 沙滩脚又有点扰乱 会扰乱我们的视线 很多次我见到有人玩的时候 找一段时间都找不到 他们通常都会说一句说话 不知道你们猜不猜到 他们就会说 没有啊 是不是这版本印漏了 根本没有的 或者这本书的作者 一早都猜到我们会这样 所以这本书的第一版 其实是写明 每一版都一定有Wall-E 其实Wall-E 不是刻意躲在很特意 令人看不到的地方 就以这幅图为例 给大家看一个答案 下一版 其实他都站在很中央的位置 但可能你刚才看不到 其实Wall-E 很多时候都会在很当眼的地方 他没有刻意遮盖自己 只不过是我们给 其他类似的颜色 事物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以至我们的焦点 看不到Wall-E 同样有一本书 叫做《圣经》 圣经的作者 知道我们会怀疑 质疑 有些时候 神是不是不在这里 是不是隐藏了 这本书要告诉我们 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的眼 总是看顾我们 他的恩典 总是保护我们 重点是在于 我们会不会在 很纷扰的世代里面 在很多似是而非的声音 影像里面 仍然看到神的带领 昔日是谁 被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 兴建圣殿的呢 真的是波斯王吗 其实以斯拉的一章一节 已经清楚改名 他说是神 改变波斯王的心 叫他给自己的子民 去应验神的预言 可以重建圣殿 犹太人 被弄在巴比列伦五十几年 可能真的很漫长到日如年 但我深信一切都不是徒然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有神的恩典托着他们 或者有时我们真的不明白 神的心意是怎样 神也未必用我们想象的方式 去完成祂的计划 但同时祂都会透过 我们以想不到的人和事 去完成祂的心意 回应我们的吐告 更重要的是 神会在祂选选的年日 拯救祂的子民 脱离黑暗 进入真正的光明国度 几年前有一部台湾电影 在香港上画 不知道大家没看过 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这部电影是讲述一个男孩子 回想一位他中学时候暗恋的女孩 讲述他们相处之间的回忆 这个女孩一直都是他成长里的女神 是他青春岁月里的焦点 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亲近 亦都试过因为各种的误会而疏离了 但当他回想的时候 都是觉得很回味 这部电影当年都很受欢迎 所以《那些年》这个名词 亦都进入了我们香港人的字典里面 回用《那些年》来形容一些很珍贵 很难忘 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人生阶段 昔日当一帮犹太人被劳到巴比伦 他们经历过破家亡 圣殿被毁 我想他们发梦都没想过 有生之年可以回家乡 还可以重建圣殿 跟他的族人一起敬拜 我想他们脚踏足耶路撒冷那一天 真是开心到难以形容 所以十六年后 哈盖和撒加利亚出现 就是提醒这帮犹太人 你想回你的《那些年》 请他们回想 《那些年》他们是如何经历神的恩典 回想他们如何去爱主 如何为主大发热心 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去兴建圣殿的《那些年》 他并不单鼓励他们要建好圣殿 他提醒他最重要的是 要复兴自己的生命 在主里重新起步 找回《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随的上帝 今天我也想向弟兄姐妹发出这个邀请 让我们一起回想 我们经历神的《那些年》 回想我们曾经为神大发热心 回想我们曾经很焦急想带人信主 回想我们很沉醉于神话语的《那些年》 更重要是找回我们以神为生命焦点的《那些年》 弟兄姐妹 你的《那些年》是什么时候呢 可能是你初信的时候 可能是你人生最平坦顺利的时候 也可能是你生命最艰难的时候 愿意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起步 一起找回《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随的上帝 回复回以神为首的生命 靠着神支取力量 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高山低谷 或者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前路 最重要是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记得和确信 神的恩典是没有一刻减少 神的眼目是从未离开过我们 而我们一起低头土共 神求你帮助我们 很多同世界而来的人 事和物都吸引了我们去跟随他 以致我们无法将焦点放在你的身上 主求你遥述我们的软弱 也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 教准我们的焦点 以靠着你的能力 面对人生中种种的挑战和困难 面对前路我们有很多恐惧 很多灰暗看不清的位置 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看不清 但我们确信你的恩典从每一刻离开过我们 靠你赐我们的信心 靠你赐我们的内心 去等候你心意的成就 我们的祷告 靠你越纳 为祷告 奉主名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咱们的手术